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又到了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了 每期没有固定的话题 随便聊 上期呢 咱们就聊到了这个狗 重点聊的是精班 精班可以说是咱们中国 特别古老的一个圈中 而且呢 这个身世显赫 可以说是我们的皇家宠物 历朝历代皇上都喜欢精班 咱这话说回来了 这个皇上干嘛非喜欢精班啊 按说咱们中国古老的圈种 还有不少呢 你们沙皮 西施 包括那灌毛犬 那都是中国古老的圈种 这皇家为什么不喜欢那些呢 单门的喜欢精班呢 哎 这中间还真有个故事 这故事呢 就得从很早很早说起了 精班在皇室受宠 可以说是与佛教有关系 这话说公元前五世纪 佛教产生于印度 这个佛教呢 就是传说呀 佛祖啊 以他强大的法力 把这个百兽之王 这狮子给驯化了 驯化的怎么样呢 驯化的跟狗一样 能够天天跟在佛祖的身边 陪伴佛祖 非常听话 而且同时呢 这驯化狮子的这个过程呢 就显示了佛祖的智慧与强大 法力无边 嗯 就把狮子驯化了 但是狮子能够随时的陪伴在佛祖身边 这个传说一展开以后 大家就觉得这个狮子 同时也就慢慢的被神化了 这个狮子老能陪伴在佛祖身边 聆听教诲 沾染这个佛祖的气息 慢慢狮子也被神化了 也是一个这个灵兽 这么一种感觉 大家也都同时崇拜这个狮子 慢慢的呢 到了四世纪 四世纪佛教慢慢传入中国了 到了中国以后呢 韩明帝就想我作为一国之君 是吧 天选之子 那叫天子吗 对吧 我当这皇上 我怎么着我得养只狮子呀 对吧 我也得跟佛祖一样 我弄这狮子在身边多好 哎 可是狮子大家都知道产在非洲 对吧 咱们国家没见过狮子 啊 甚至连印象都没有 什么叫狮子呢 哎 但是这个随着传说过来 对狮子的描写呀 当时就是说 颈部长有浓厚棕毛的 类似于虎形的猛兽 也就是狮子 啊 但是这没有狮子 怎么办呢 当时 汉明帝就找着一个狮子狗 哈哈 这长得就类似于描写的那样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这个精斑 嗯 他就感觉 嘿 这精斑 长毛 啊 这个 颈部长有浓密的棕毛 是吧 这么一个 这个小兽 啊 那就把这个养在身边吧 这个可能就是狮子 嗯 所以汉明帝就养了这么一个狮子狗 啊 作为佛祖身边的狮子 这么一种感觉 哦 他这么一养 这王公贵族们 当时的大臣 就开始都养 啊 上行下校嘛 皇上养 大臣也养 啊 王公贵族们就都开始养这个狮子狗 开始养精斑 这么就成风了 啊 就类似于传说 这种瑞兽是灵兽 大家伙都开始崇拜 敬仰 慢慢的 大家对这个狮子的这个造像 啊 就开始给它画呀 雕刻呀 啊 所以慢慢的 寺庙的门口啊 或者是贵族的那家的大门口 就开始摆这种 现在咱们看到这石狮子 您看这石狮子 您仔细观察啊 我说的有道理 啊 这我也不是瞎编的 啊 这是真实于记载 嗯 这种石狮子呢 实际上 您仔细观察 它就是狮子狗 啊 您想啊 您看那个 东世界的时候 您也看见了 那个狮子 那个狮子 是那么趴着吗 对吧 咱们现在 石狮子的大门口 都是蹲着 这种蹲着的这种状态 只有狗 它才这么蹲着呢 两条前腿支着 两条后腿 传着 对吧 只有狗才这么蹲着 您看动物世界里边 狮子打猎 打完回来 在那休息 大部分狮子都是趴着 两条前腿 也是趴在前边 两条后腿 传在后边 对吧 脑袋稍微胎一点 都是那个姿势 很少有见着狮子 蹲着的 对吧 所以 那时候的这个石狮子 它的雕像 是大部分 看着狮子狗 雕出来的 这所有家家门口 都摆着石狮子 和 还讲究呢 这边的石狮子 脚底下踩着一绣球 那么这是宫的 象征着威力 狮子滚绣球嘛 这宫狮子 踩一绣球 象征着威力 大门这边的 母狮子 母狮子脚底下 踩着一个小狮子 这像着什么 象征着子孙昌盛 这有宫 有母 这坐子 都是咱们蹲着的 嗯 这石狮子的造型 实际上不是按着狮子 那时候人没见过狮子 才只能按着狮子狗来想象 根据传说当中的狮子的模样来 叼的 甭管怎么说吧 自从紫禁城建成了以后 这狮子狗 皇家明确规定 民间就不许养了 这就皇家宠物了 这象征灵兽嘛 佛祖身边的 怎么能跟着你平头老百姓身边混呢 对吧 所以 首先是皇上养 第二是大臣养 到了紫禁城建成以后 全国的狮子狗 必须得进攻到皇家 进攻到紫禁城里边 皇家明文规定 民间就进养了 尤其到了清代 清代专门设立了养狗处 您别乐啊 听着不靠谱真事 紫禁城里专门有养狗处 他只属于内务府管理 专门给皇上养狗 那真是 最多的时候 紫禁城里边养了 一百多条这个经班 养了一百多条狗 这最风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喜欢狗 当时慈禧太后专门在紫禁城里边 设立了一个名字 专门养狗的地方 叫做御犬旧 马舅的旧 御犬旧 赫 慈禧太后养狗 但是养狗啊 喜欢狗呢 他还是基于慈禧太后本身就信佛 一信佛 说佛祖身边的这个狮子狗 对吧 本身是狮子 到这改狮子狗了 那甭管怎么说 他也代表佛祖灵气在身上 啊 如果有一堆狮子狗在身边转悠 他肯定随时能够把佛祖的灵气沾染到他身上 他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他爱狗 也爱养狗 尤其是啊 慈禧太后 喜欢这个狗脑袋上带一个白点 哎 他比较注重花色 嗯 脑袋上带一白点 甚至长条的这么个白点啊 他觉得那个是天眼 这就开天眼了 通灵了 直接能跟佛祖说话呀 这多好啊 他认为这白点是天眼 所以他在这个精斑的这个花色上特别培养 甭管什么色的身上长什么花纹 这脑袋上必须有一白点 这才是上上品高端的 他喜欢 他喜欢狗 到什么份上 慈禧太后喜欢狗 可以说是到了误国的份上了 什么大事 大概狗都能决定 啊 狗能决定 嘿 真有这事 我给你举俩例子 慈禧太后养的狗 最起码在史料上记载 有两次参政 啊 参与国家的这个决策 第一个就是咱们说到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 是比较崇尚于西方的文化嘛 所以他光绪皇帝要组织变法 在颐和园的秦政殿 光绪皇帝召集康有为这些人商议变法的事儿 这正商议着呢 就在这个秦政殿的东北方不远的地方 就是慈禧太后的寝宫 啊 这寝宫的名字叫乐寿堂 啊 慈禧太后老佛爷住在那 听见这本义政啊 说是要变法 慈禧太后本身呢 就犹犹豫豫的 到底是管是不管呢 管怎么管呢 以什么借口 以什么口吻啊 怎么下这决心 所以慈禧太后本身这还犹犹豫豫的 因为这种变法本身对军事啊 对权利啊 对各个方面上层的这些人士 都是一种格局的改动 慈禧太后不太愿意 他正犹豫的时候 正好大太监李莲莹来报 报什么呢 说您那看看吧 您那小狗啊 生子了啊 慈禧太后一听这小狗生子了 马上什么都先放一边了 我先看看吧 这生子怎么个生法 生几个啊 什么花的啊 李莲莹就说了 这个好 生了一只 这一胎就生了一只 是个黄色的 小黄狗 母的 而且最可贵的是 脑门上带个白点 哎 我给您报了看看 而且每次慈禧太后养的这狗生了以后啊 慈禧老佛爷都请算命的大师 给他算 这一窝狗 预示着什么 代表着什么 好好的哪 坏坏的哪 啊 从什么方面应该注意 从什么方面应该高兴 嗯 怎么个吉祥都得说说 有一番说道 说这个狗算了吗 也算了 李莲莹直接就抱过来了 说这个呀 浴室特别好 怎么个好法呢 就说这个狗生下来 浴室的唯一的一位女子要在国家独党一面 啊 黄色的嘛 黄色的就是咱们国家的颜色嘛 这大清国 是吧 那皇帝都用的黄色嘛 啊 黄色的是咱们这个国家的颜色 嗯 说预示着第二个武则天要重新掌权 呼 真好啊 说这头上的白额呀 白点啊 说这个是正宗 不偏不倚 啊 也不在东 也不在西 那这预示着什么呢 这预示着我们不会追随西方的模式发展 将按照我们既定的方针原来的道路走下去 那么生意之 生意之代表什么 生意之代表万无一失啊 啊 您就按照这走下去 绝对没有错 四义太后当时很高兴 当时拍板就决定了 要阻拦这个变法 你瞧 这么大一事就下只狗就定了 结果还真如他的愿了 把这变法就给阻止了 这是其中之一 一见国家的大政被告干预 紧接着 光绪变法失败了 失败 慈禧高兴了 重新掌权了 第二个武则天 对吧 执掌朝政 大权又从归的到了他的手上 但是掌权归掌权 慈禧掌权那个年代 国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外边有八国联军 国家内部也乱 义和团 闹义和团啊 慈禧太后先是镇压 啊 这国家这乱必须得镇压 他外边八国联军 进来多少人 想怎么攻 他倒没往心里去 你瞧 不知道人怎么想的 但是他主要是比较担心 这个义和团 这我得闹 这个不行 先镇压 镇压有点困难 后来大臣说 您就招安吧 啊 您把义和团先招安过来 倒行 正犹豫呢 李连英又抱来了 说老佛呀 您这狗又生了 这狗倒是高产 啊 这个甭管国家出什么大事 先生狗 这狗倒是不耽误 又生了 说这回生的好 这一窝呀 生了三个 第一个老大呀 是个红色的 第二个老二啊 是个黄色的 第三个小不点啊 还是个红色的 而且 这三只狗 共同的特点 都是脑袋上 带这么一个白点 啊 这个通灵之眼 嘿 这好 我也请人算了 人说了 这个象征着国运昌盛 红色黄色吗 国运昌盛 就说明您执政有方 就这么干下去 非常好 呼 慈离太后一听高兴了 当时拍板 我要 支持义和团 你瞧 开始还镇压呢 后来招安 招安不行 该支持义和团了 那是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他是说了算吗 哎 支持义和团 这就是第二次 慈禧养的狗 参与 国家大政 要说这老佛爷 也是有点高的 什么事都拿狗 这个来定 您说这好得了 好不了 咱也不知道 人家怎么个思路 反正照这么下去 他没好 这么说吧 1900年 八国连军 攻破北京城 打到紫禁城 那还有好啊 你一切都拿狗定 那还有好啊 那肯定人打进来 1900年攻破紫禁城 慈禧跑了 跑是跑啊 哎 甭管哪个大臣 哪个家眷 哪个亲属 都不管都没关系 记载着慈禧 带着他最心爱的小狗 跑的 嗯 还不是一个啊 你想他养那么多 肯定有几个喜爱的呀 带着狗 跑的 专门有抱狗丫鬟 啊 给人拿着一堆狗 跑了 那还养这么些狗 怎么办呀 那也不能让他流落民间 这皇家的东西 你就是他那意思 也得有气节呀 啊 你不能流落到民间去 当时 所有的狗 剩下的 都扔到井里边 啊 还有的来不及的 就当时乱棍打死 就都造进了 他只带着他那么几条 唯一喜爱的 跑了 直到慈禧太后 去世 死的时候 那是全国大出病的 各种人等 官员 亲属 出那病 半白事 大半白事 走在最前边的 大台监李莲英 那时候李莲英已经岁数大了 但是走在棺材的最前边 李莲英走那干嘛呀 抱着慈禧老佛爷生前 最喜爱的 那个静班 哎 这个黄白花的 脑袋上 有个白点 你看 还是带白点 李莲英抱着 走在棺材队前边 这只狗的名字 叫做牡丹 牡丹 取了个花的名字 这只狗 名字叫牡丹 这只狗要干嘛呀 要给老佛爷陪葬 这狗 活狗 就陪葬了 那是啊 死了陪条狗 还叫事啊 人啊 陪也得陪天天 但是这狗 陪葬 还是有规矩 这想当初 宋朝 宋太宗 养了这么一条狗 也是喜爱的 这八狗 叫桃花 宋太宗临死的时候 就让这桃花给他陪葬 也可能是宋太宗养这桃花啊 养的是年头多了 这桃花跟这个宋太宗也有感情 宋太宗一死 让这桃花陪葬 不知道这狗啊 是想宋太宗啊 还是吓的 反正到最后陪葬的时候 这狗就死在了宋太宗的木道门口了 哎呦 这个大臣也都很感动 啊 你瞧这个钟犬啊 啊 最后用皇家用的那个 撑伞的那种布 给这狗包起来 就真的埋在了宋太宗的身边 这狗陪葬了 打那起立下一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是所有的皇室的死的这个以后 他养的狗都要陪葬 所以说 慈离太宗这狗也是按着规矩走 跑不了 给慈离太宗陪葬 这么说吧 讲到这儿呢 皇室为什么喜欢这个狮子狗 啊 为什么喜欢精斑 大家就明白了 而且也明没道理 大清国的王国 跟狗还真有点关系 他不记得了 明天后 看到什么 是 我们希望